麦凯恩的领袖抵达位于凤凰城的亚利桑那州州议会大厦的原型大厅 家人朋友和前同事在那里举行了一个简短的仪式 在仪式上致辞的有亚利桑那州州长杜瑟 曾与麦凯恩在国会参议院共事八年的共和党前党编凯尔 和亚利桑那州国会参议员弗雷克 弗雷克以祷告的形式发表讲话 赞扬麦凯恩能够与那些经常与他意见相左的人合作 让我们以喜悦和快乐的心情记住这位谦卑的公仆 响应他的召唤 召唤我们本性中更善良的天使 去发现和欣赏我们对手的人性 更加自由地去宽恕 我们也得以被宽恕